这条路是往哪弯的 这是有一个什么 1W和2 但是我这个显示是1 哎呀 糟糕了 一下子忘记这边的路了 看到这慢慢开啊 不要着急 遇到这种这种这种复杂路况状况 就别着急 这写的了 有三个出口 EE EE就是one East 就是东边的 一个是E 还有一个是EW 就是one West 就是西边的出口 不要着急 开慢点没事 千万别走错道 走错道就得弯了 哎呦 我操 看这个678就是去肯尼迪的 肯尼迪Airport 天呐 这个是不是很脏了 我要是我要是走走这边这个车车道了 这是拿骚走拿骚 拿骚 高速 哎呀 哎呀 不要着急 慢慢开 速度就保持这个四四十 到五十中间就行了 去南边去南边去那个叫什么来着海滩啊 Long Beach那边那边的风景就好了啊像像像像个美国的风景啊 这边那边的风景就差一点 我记惯了 照直开吧 反正不下就行了 今天是碰下雪 有这样的机会 平常都忙着 是吧 忙着脚跟不着地 哪有机会到处串呢 以前在人的时候 更加没有胆子 是吧 光应付这些人 方位 说话 都把我弄得头都大了 别说拍了 去这个去那个 有很多地方啊 有有很多人哪 天天走 但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 所以说这个向导是很重要的 华操 这什么地方还有 这是高速吗 怎么还有 还有 红绿灯啊 这算是一个飞机场了 这是飞机场的一个什么区域了 飞机场这个后勤啊 什么停车场啊 就放在这个区域了 GFK 对 GFK 那 还有 14分钟 14分钟 我就到了 走了一半了 走了一半了 这边很多笑车啊 一大一堆笑车 我记得有 有一个山酿的东西 该该该 这边呢 这边呢 说实话是 在往南边走这个区域就是 呃 犹太人的区域 啊 比较多一点 我就记得那 那年我在这边 转悠的时候 就是 接送人的时候 我看到 因为那个时候是礼拜五 好像礼拜五 礼拜五吧 礼拜五晚上 他们他们礼拜五晚上不是做 做祷告吗 还是什么 我忘了礼拜五还是礼拜六了 晚上 我就看到一个犹太 犹太人的这个 一个女性 啊 她穿的衣服可漂亮了 蓝色的衣服啊 蓝蓝色的上衣 黑色的 黑色的 那个裙子 哎 我就 我就一看就知道 这是典型的犹太人的这个 穿着打扮 非常好看的那个 那个那衣服 当时我 当时我不知道 这是犹太区域 但是我一猜 我一看这个装复 啊 我就 我就猜差不多 这是一个犹 犹太区 果然是犹太区啊 哦 有点困了 开车有点困了 坚持下来没有问题 这边是一个什么 这边是飞机场 那边右边那个铁丝网里面那个飞机场 可惜拍不到什么 啊 都给挡住了 啊 飞机场 能拍到什么 看都看不到啊 什么都看不到 野地里 野外 这边还不到海边啊 离海边还远呢 它们找 找这种小溪啊 找这种 小沟啊 这种地方 啊 钓螃蟹钓鱼 经常野钓 啊 但是这个最好有一个钓鱼镇 钓鱼镇也便宜 几块钱 但是好像是分这个 内核的和 和海边的 内核的钓鱼只能到河流的地方钓 啊 海边呢 你可以到 钓海鱼 啊 都数量啊 和这个尺寸大小 都是有有有限制 比如说你 怀了孕的鱼 你肯定不能要 啊 少于这个 小鱼的一寸呢 或者两寸呢 是吧 标准不一样 这个鱼啊 螃蟹肯定也不能要 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 啊 然后就数量也也有 比如说你不能 带超过十斤以上的呀 或者是多少多少斤呢 这都是有要求的 啊 一定要得注意问清楚了 你不问清楚的话 嘿 被逮住了就是一张罚单 以前以前我们那个 有一个仓库的 仓库的总管 我们叫他总管 总管呢 他我们带他去 去去 钓螃蟹 他那个 他一味的贪多 什么螃蟹都流的 结果呢 被逮住了 你逮住了 你这种 不合规格的螃蟹呢 不是说 我不要了 我就放回海里面 就完事了 你逮住了 那你就得罚款 不管你怎么处理 然后啊 不是说你啊 你趁他不注意 偷着摸的 丢回海里面 这个没事 但是一旦被他发现了 那你丢 丢不丢 海里面 你都得罚款 这里面有几个墨啊 有几个墨 他们那个 住那个布鲁克林 那有时候还会过来 还会到这几个墨里面 吃个饭呢 哎 这边有 这个叫什么 海港 哎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能不能调过去 这是海港房 海湾房 哎呀 不行 看不到 他都拉倒了 就是 呃 有一个很 有一有一条河 然后两边房子 然后河旁边呢 就是这个 呃 船 船 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到 算了 无所谓了 提提想看到什么 你就讲什么 提一下就行 哎呀呀 这个墨还挺大 我看 l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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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好像 也不是很好停车哦 如果在这送餐的话 你看这个 i-hub 这个好像可以停车 但是 路边上的店就很难停车了 看这边的油价啊 油价多少 这边油价稍微 2块5毛5 哎呦 稍微贵一点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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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这边都 这边Buggerking啊 这个 也不知道好不好停车 我看一下 还行 还行 但是这边很堵啊 这车 是吧 你取了餐 路上堵 堵一下 时间花费不少 是不是啊 有点滑不来了感觉 嗯 价位高还行 价位不高啊 没法坐 哎呀 我现在一路哈欠 哎呀 睡眠时间不够啊 现在我要往哪 往哪边走 我天 他不他不是往直走的 这边确实虽然说你看这路 路怎么样 确实这边防滑一点啊 而且那个 而且这个叫什么来着 人也多一点 嗯 这边有 有餐馆吗 有个Gentle Bagel 有个Grill Express 还有个7-11 这边也可以去餐了 还行 下回我如果想换的话 我就换这个Breadn 这我 我都大半年没有去法拉圣 我 但是我下个月还还要去 下个月还要去法拉圣 我得报税呀 是吧 这次是办这个车辆保险 还有报税 反正一年就是年年头这几个月忙一点 其他的都都还行 都没什么大事 哎呦 看这种小路全是这种雪 雪堆呀 我就心情很不爽 我就不愿开车 不知道为什么 还要下今天晚上要下雪 放心 雪是跑不掉的 明天下 明天下雪吧 今天晚上下的明天 对不对 下完之后 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又要下 下礼拜一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哎呀 烦了 雪我讨厌雪 多少无所谓 就是 链子下就有点烦 哎呀 那些学习的人呢 这个在线学习照样不耽误 哇 感觉有点滑 有点 轮胎都有点滑呢 奇怪 嘖 感觉太特别不好 哎 小有什么小啊 了啊 这个书跑上雪腾 真的好久没来这地方 很久了 真的很久了 想看街景 前面的房子是装修的还是新建的 搭这个脚手架的 他脚手架这个地方 这个房子 绿单就走 怎么样怎么样 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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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小车把我吓的 刹车呀 你把我吓的 我都有点 小心脏 噗通噗通了 这个地方好像差不多到了 前面就到了 我就录这儿吧 录这儿吧 等我回去的时候 我再录一个两个 我先看一下这个 他说的地方在哪儿 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见过你 这是一条铁路上 哎呀呀哎呀呀 行了 我就到这儿吧 到这儿吧 到这儿吧 到这儿了 拜拜